看见白虾了 活得很新鲜 15块钱 二两 笼个包圆了 今晚白转一下 或者蒸一蒸 看多少钱 不知道你去看一下 布兰姆 60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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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克 1800克 三斤 600克 600克 一斤是500克 一斤是500克 谢谢 谢谢 活虾呀 你看 它不用了 破虾 买它的胆虾 活动呀 就这个照片 新鲜吧 不错 不错啊 就这样 前面因为手机没电了 突然拍到一半就没电了 现在冲完点继续拍摄 好了 分享结束 哈 大家好 我是龙哥 从今回归 后几天都在家里休息 自己烧点菜啊 烧点饭啊 吃一下 今天呢天气感觉特别好 想出门 想出门在租吉 这边的公园做一座 喝杯饮料 看看湖啊 看看这里的小松树啊 看一下 感觉 祝吉 公园现在越来越好 在后面已经在造那个综合体 就是有咖啡喝啊 有蛋糕 店啊 有一些面包店啊 想把这个公园搞得更加的好 因为这边现在居住的人 逐年地在增长啊 也出现了很多中国的物产店 也有很多咱们的同胞生活在这里啊 基本都是年纪大的 老年人啊 都到这边和自己的子女生活在这里 现在呢我先去买点饮料 然后呢到湖边去坐一会儿 享受一下这样的一种环境 给我带来的一种愉悦感吧 好了我先去买饮料啊 喝啥呢 黑咖啡就算了 黑咖啡就算了 有可乐 可乐也可以 抗体力的也可以 这是抗体力的吗 这是抗体力的吗 啊 可乐啊 那就来一瓶可乐吧 一百八的 那我今天试试看这个 九块钱 这里可以使用什么呢 使用派派 使用微信支付 看见吗 微信支付 嗯 多好多方便啊 刚才龙哥在机器里面 发现有一瓶天然矿泉水掉出来 但是呢 你不能去占这个便宜了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边上 给需要它的人了 哈哈 不能随便拿这一拿 犯法的 不能不能探这种便宜 买完可乐啦 可口可乐 日本的可口可乐 和国内不一样 它的糖分很低很低 不错啊 这里正好在拍什么 棒球操轮 好像是什么专业的媒体 再过来帮 帮着拍吧 应该是 哟 笑的 好了 龙哥现在拍完超人之后呢 我就顺便到河边 看一看这边的野鹤 和野鹤来一个气候 看看野鹤挺好的 龙嫂告诉我 旁边有一个鹤 她说 有个鹤 你去拍 你去拍 鹤 认识我吗 去年我来看过你的哦 忘记了吗 今天没带面包给你吃哦 不好意思让我拍一下哦 咱们走近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小孔雀 白色的小孔雀 现在公园为了 为了一种生活的美感 引进了不少稀缺的这种小动物 和这边观看园子的周边的居民啊 给他们有一种生活中的乐趣 小孔雀你好吗 你听着懂中文吗 太有意思了 她是不是受伤了 她站不起来啊 你看到吗 她站不起来 呦呦 在挖土 哦在挖土啊 你看挖土谁找 哦呦 圣诞呐 是温柔的风 砰砰砰砰砰 哦 刘西的岩虫 死之后 小小小子 我能否应该选择 小小可大 快快快 скаж Ś 别人当我爱你 让他跑 别人当我爱你 秋天了 掉头正常 小家伙 颜子好高啊 对啊 好有颜子啊 你太卡哇伊的 让人照我 当我 唱几盏首歌 你慢慢离合 蹦蹦蹦蹦 像温柔的风 蹦蹦蹦蹦 蹦蹦蹦蹦 像温柔的风 蹦蹦蹦 我 我 不思议的愁 我 飞起来了 声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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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不想 声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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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公园逛完了 现在龙哥要去朝市买买买了 好吧 那本期的视频也拍得差不多了 也是生活的一个小片段 分享给大家 那现在我们赶紧结束 我们今天的视频吧 好不好 后面有很多鸽子 好了 分享生活是一种快乐 感谢关注60后大半满生活 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 拜拜 点赞支持弹幕 感谢感谢